好,欢迎回来,今天是2月28日,最后一天,2月的 今天很开心请到港加联的冯玉兰来做我们的嘉宾 我们很少有在英国以外找嘉宾做我们的折磨,很欢迎啊Gloria 谢谢曹总今天邀请,其实花生台时期我已经听你说话了 谢谢你和很多香港热心的朋友,虽然香港仍然是继续坚持为香港发展 我们英国的这些港桥活动,其实我们一直都关注 如果你说移民潮以来,英国一定是最多的,有14万 但是加拿大究竟的情况是怎样呢,其实都不少的 因为起码加拿大,以我们所知,对年轻人就比较欢迎的 其实之前那两年,对那些五年内是由大学毕业的学生 其实不仅是大学毕业,甚至是大专毕业的学生 其实都已经很欢迎的了 但是现在最近,其实已经开始一个政策 就是扩大到你大学毕业十年内 即是说,应该最远来计算是由33岁的青年人 就已经可以申请现在加拿大的签证 甚至乎也可以申请Dependency 就是另一半,就是配偶 配偶和子女都可以跟上申请人一起来 是,其实都非常慷慨的,其实都未够的 因为我看到港加联和四个香港人团体 因为你最近告诉我们,就是温之联 除了港加联之外,还有温之联 沙省香港同行和温哥华香港协讯会 一起去国会里面做游说 希望国会议员持续地关注现在香港的状况 这个我们都能感觉到,我们都知道 就是自由问题和司法独立被侵蝕 另外就是香港现在越来越恶劣的政治环境 尤其是今年有很多政治大案陆续去审 尤其是黎智英案和四十七人案,还有《立场新闻案》 希望大家关注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们的工作呢? 因为现在我看到你们就很劲力了 但可惜来说,其实报道 我看到是加拿大的《星岛日报》 有跟你们做报道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多一点点呢? 其实那个报道不仅是《星岛日报》的 有很多电台、电视台、Fairchild 甚至OMNI的电视台都有报道的 那当然有很多新闻的网台 譬如就算是流产海外 有很多新闻网台 《星岛日报》的《星岛日报》 也有很多新闻网台 也有很多新闻网台 所以其实都遍及到国际各方面都很关注 可以说是香港流产海外的所有媒体和社区来说 都很关注 那我们这次呢 其实我们是 其实加拿大大概两年前 那时候就经由很多支援香港的团体 也包括了我们四个团体 努力的游说下 他就出了一个救生艇 工签和学签的计划 而他这个特快的通道 其实给了一个非常宽松的条件 是鼓励其实是一个援救的计划 就跟正常那种的 就是透过工作或者就学 来去拿到这个永久居民是很不同的 那他里面宽松到怎么样呢 就是只要你申请 他批准了 譬如工资为例 你没找到工作 你都已经可以过来加拿大先 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 帮助香港人及早可以安全抵捕 另外呢 来到之后 你就算和你原来的专业 完全 就是你找不到工作 你可以找其他的工作都可以 只要你抽够 在那个限期之内 抽够1560的工时 那你已经可以申请这个永久居民的资格 那如果是学签呢 他表现上就说 这两年制的学方就已经符合这个资格 但是因为你暑期都可以读完的嘛 一般来说年纪已经是读完 也都可以拿到这个 可以开始申请你永久居民的资格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到目前为止呢 官方是只公布了一个申请的数字 工签那里呢 有一万七千人申请 学签呢 就有一万六千人申请 而按照我们自己知道呢 其实有很多 应该有几千人已经来了加拿大的 因为他批准了 未必所有人都过来 或者有一些数字可能不是 有些可能去自己私人申请的 他也都未必一定接触我们这些 就是支援香港的团体 那我们相信呢 这个数字来说呢 一定是少于一万七、一万六的那个数字 但是确实的数字现在官方呢 还在调查中 那我们呢 就知道 已经符合了这个 申请永久居留资格的人呢 也都 隆隆隆隆隆都已经出现了 那有些甚至已经拿到这个 永久居民的那个 那个身份 那而至于政治庇护那里呢 大大话话 现在来说 成功已经批准了 应该是已经超过了一百以上的了 因为 加拿大 譬如在温哥华 Kalgary 或者甚至我们多伦多 这三个 香港人聚居得最多的城市 那些政治庇护 我们和一些友好一起交流呢 就看到我们的政治庇护的申请 那个批准率呢 差不多是100%的 而且呢 就是政治 政庇护的那个申请 他在申请的期间呢 已经可以 就是得到我们的医疗的保障 甚至如果生活真的比较 经济不是很好 也都可以拿到一些的 生活的津贴的 那至于他们的那些配偶 都可以去做工 其实学签和工签的那个申请者的配偶 和子女也都可以 立刻可以做事 也都立刻可以得到那个免费的教育 所以这个是加拿大里面 就是我觉得 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呢 我们可能那个 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安全网 和那个照顾给到大家 但是呢 始终都一 始终可能香港 也都有很多的朋友 是会有猶疑 不知道过来这里 懂不懂新的生活 可能就 我都希望多些人 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居所 我想知道 其实也不少 如果是工签和学签加起来 其实也有三万 肯物论就是不知 有些是观望 其实它最长 它让你等多久 因为起码 BNO BNO 如果我们是 最宽松的 如果是网上申请的话 在申请期内 其实它批你五年 我记得我申请的时候 就好像说五年内 其实你都可以过来的 那就是你申请一半 那一只 就是你两年半 其实都是 最终的一天 都可以的 那就是 除非是 你是 自己去签证中心申请的那些 那就是三个月内 但是你们批了 那个签证之后 那个限期要多久呢 那里来说 其实它那个限期 现在我们就要求它 是将它延长到去 2026年 就是那个申请的居留 现在相应 因为我们要求它整个 救生艇 Stream A、Stream B 那个申请的限期 等到2026年 而它那个申请居留的 ideadline 亦都相应向后退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 正在争取 可能就不够的将来 可能未来的一个星期内 我估計移民部那裡應該會有一個好消息公佈出來給我們 因為這次其實在未上去奧塔華之前 我們四個團體其實在過往由雨傘運動開始 到反送中運動裡面其實我們都在緊密合作 而且是長期 比如說港交聯我們做了25年的國會遊說的工作 2015年的國會遊說是我們推動的國會就香港政改發了聲明 而這次來講救生艇的推出 也都是眾多友會我們一起努力去爭取到 但是裡面當然仍然有一些障礙 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比如最近部長公佈了 其實不足及救生艇的Stream B 所以它只是針對傳統的攻殲 所以我們現在來說 剛才上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國會遊說其實有兩大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就香港最新的形勢的發展 給他們一個更新的 最主要的訊息就是告訴你 其實現在的自由、法治、人權、民主等等 已經全面滑落 一國兩制已經死亡了 而為什麼這麼少的消息出來呢? 就是因為新聞的自由都全面被推倒了 很多立場、眾新聞、蘋果等等 還有很多網絡的新聞平台 都被禁了 所以我們說回給加拿大的政府 還有有關的部門 包括外交部知道 其實香港現在的環境是比以前更加惡劣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單止救生艇的計劃 需要延續繼續下去 去救更多被政治迫害的香港人 另一個來說 我們也要求加拿大的政府 重新檢討對港的政策 因為港人治港高度自已不存在 香港也不是一個所謂獨特的 有別於大陸以外的一個獨特的城市的時候 然後相對那種經貿或者甚至其他優惠的政策 其實不單止加拿大所有的民主民國 如果提供這種優惠政策 都要重新檢討 是不是應該要繼續延續下去 所以我們都提了 譬如這裡顯示到一個報告 就是我們講加聯社的 就是一個空空更新的形勢最新的分析 裏面我們勾劃了很多在司法制度 在新聞自由 在學術 甚至到很多人權的問題 怎樣在國安法實施之後 嚴峻地滑落 也講到其實不單止是香港人 其實加拿大是去支持香港 其實也都是在保護現在在香港的四十多萬的加拿大人 當然絕大部分都有雙重國籍 有二百多個加拿大的機構 我們經常笑著 香港是加拿大以外最大的加拿大城市 所以這個所謂的對港政策的全面檢討 是我們這次也是另一個主要的目的 當然就算救生艇 我們都寫了一系列的建議 在什麼點上是需要進一步改進 不單止說那個有效的限期向外向後退 其實我們也提到包括了一些 因為現在來說主要限於配偶和子女 我們都建議就是 應該要將那個extended family member 譬如是父母那裡已經包括在在內的 另外就是也都包括了一些特殊的情況 因為香港黑警最喜歡就是誣衊 就是抓到任何人立刻說你責警 立刻就charge你一個刑事的控告 而這些刑事的控告 可能令到申請者拿不到梁文正 或者他在網上登記ETAE的時候 他都問你有沒有被警察 charge 就是控告有沒有被判了 如果你很老實回答yes的時候 你根本就過不了的 真的過不了的? 是的 即是他不會有discretion的? 沒有的 現在暫時都沒有 所以我們都看到在救援計劃 這個救生艇的計劃 其實在政策的程序上 都存在有很多一些的障礙在這裡 所以我們這次也特別向有關的當局提出 就是說我們四個團體特別是溫支聯 和我們港交聯 其實我們跟香港的運動有直接的聯繫 我們也跟公民社會有直接聯繫 如果當局遇到這些個案 或者我們接觸到這些個案 我們希望到時候 我們都幫政府去跟香港那邊的公民社會核實 那如果核實了的時候 他有關的當局應該給這些申請者 其實總的來說 我們不想因為黑警 因為香港現在已經變成一個警察的城市 即是根本那個誣蔑、抹黑是無處不在的 我們都希望排仗 我們希望一些真真正正 即是真是受到政治迫害的人 都可以成功可以來到加拿大 我想問到目前為止 在社會上 無論你是政府也好 社會上 其實有沒有一些明顯的阻力呢? 我想阻力其實是 當然如果說親中派那些 他從來就不會同意的 他都不覺得 他們不單止不同意說有這個危害性 或者政治迫害的存在 甚至他們都覺得 有些人親中派還無恥地走出來 搞集會 他說我們支持特區政府 我們支持黑警 支持香港的政策 是鎮壓這些暴徒的運動 他將香港的運動 形容為一個要求香港獨立 還有一個暴徒的運動 那這種的阻力 行狗都存在 另一種的阻力 就來自整個政府部門裏面的 立法和執法者的考慮 因為現在來講 在加拿大 我們都不只是香港 這個社區面對 或者這個城市面對政治的風險 其實也都有其他 來自烏克蘭 阿波門 或者甚至是Nigeria等等 未來可能當如果 習近平真的對台灣攻打的時候 私行風格 分分鐘可能台灣又成為了另一個政治的災區 變成了他們可能在司法的時候 他都考慮到骨牌的效應 所以為什麼 譬如他對救生艇我們的要求 他十幾天之前公佈 他沒有涉及到 其實我相信 第一 他未能夠全面掌握到的數字 他知道如果真的放寬這部分的時候 會不會引來一大批的香港人入境 或者一個影響 還有這個放寬對其他的族群 受到政治壓迫其他國家 那裡也都有相應的要求 那你怎麼去應對呢 你不能夠單獨只是優惠香港 所以作為一個政府來講 可能他的考慮給我們 香港的加拿大的支援團體 他會更加複雜一些 但是 這次我們上去奧太華那裡 因為我們真是大大麻麻 整間有十幾個會 最高峰那天 一天裡面我們有七個會 所有的移民政策 還有一些警方的政策 甚至是外交政策 甚至是國土安全的部門 我們都都見了 那麼 就國會的移民政策的常委會 甚至外交政策的常委會 甚至是外交政策的常委會 提一些建設性的建議給他們 我們不只是做一個優優優 我們都是很按照加拿大的國情 我們用加拿大那個觀點、那個立場 來講香港的故事 變成也不單只是提出為什麼需要繼續支援香港 也提出你支援香港其實你也是在幫助自己 也是在保護加拿大的利益 因為香港我們特別提到一點 香港其實對加拿大或者甚至有很多民主體人 是一本很完善正正的教科書 講到給大家知道 原來在中共這個極權國家的肆虐底下 你一個自由、民主、有法治的城市 怎樣可以在短短的時間裡面全面淪陷 變成一個警察的城市 這些經驗教訓對加拿大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還有我們也警告所有的國委員和參議院 其實中共的手不是那麼遠的 已經伸到我們加拿大 所以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加拿大新聞 有很多主要的英文媒體 其實已經一直爆破 說回原來中共在我們那個境內設立 就是警察局 也都有對我們那些三峽政府的選舉 進行滲透和操縱干預 對我們很多勇於發言的一些社區的一些活躍人士 其實長久以來他都不斷恐嚇我們 用各種的方法去恐嚇我們 所以其實中共的手已經伸到這裡 其實支持香港不只是支持香港這麼簡單 其實也在維護我們整體的民主體系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專制極權 和國際民主體系之間的直接的碰撞 一個對碰 我覺得在這個對碰的期間 我覺得我們加拿大和英國也好 和其他各地的民主國家 我們都要站穩我們的立場 我聽你這麼說 其實加拿大面對的挑戰 跟我們英國都差不多 但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我們在英國就有一些盧華僑 盧華僑其實是他們扎根了很久的一些舊勢力 他們本身的少數來說 其實每年比如你說游說也好 或者是每年的農曆新年 首相府都會跟他們做一個團拜 那麼今年開始有些微妙的變化了 譬如好像他開始在這個新春團拜裡面 除了一些華僑組織之外 他會找到香港人組織的 他會找到港橋協會的鄭文傑 以及羅冠聰 他們去上去一起團拜 而且見到香港人也不少 我上次聽鄭文傑說 好像也有四分之一的環團體是香港人代表來的 這個以往沒有見過 而且你看到新韋城還要主動接觸 鄭文傑去講黎智英問題 其實他是表示給你聽 他是有備而來的 他是很有誠意去回應香港的問題 但是又有些事情很不同 其實你說英國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前殖民地的中主國 所以他有那個歷史導義在 但是加拿大沒有 我們也有 因為當我在2015年開始做 我在國會聽證的時候 我和李柱銘一起做國會聽證 是第一次就香港問題 我已經提到 其實當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 加拿大和美國和其他歐盟的國家 是很高調站出來去承認中英聯合聲明 所以在這一點上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導義的責任 是去保證這個國際 在聯合國已經登記了一個國際條約 是能夠按照他的承諾是完成的 而這次來講 那個毀約也都讓大家看到中共的面孔 就是說根本他都不尊重這個國際條約 也都舉一反心 其實我們每一個民主體 有一個國家都應該要反省 你和中共交手 你都不會相信他對你說什麼 但是你剛才講到 在英國那裡的微妙的變化 其實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次我們上厄京 我自己本人是很榮幸得到這個 加拿大加港國會友誼組織 邀請了在他們的2月15日晚上的周年大會裏面 做一個主港嘉賓 以前從來沒試過 也都沒有其他組織被邀請過 而我是第一個被邀請 當然我覺得這不是單純我個人的榮幸 其實也是對我們所有的支援香港的加拿大組織的一個肯定 他在裏面特別邀請我 就說回國安法以來香港的發展 以及加拿大可以為香港繼續做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面的訊息 是發放了出去的 另外一道來講 就是這次的遊說所有的會議 我看到很多的國委員 甚至是政府的部門 那些最高級的官員見我們 他們都是認同我們的一些分析 比如說移民政策有關一些國會的負責人 就是他在國會常委會裡面定定政策的 他們都同意我們的分析 也都是願意將我們的一些建議反映給移民部 事實上我還沒上去之前 我都有將一些意見提交給移民部 而他的主席部員也都回應了 他說多謝你們的意見 我們已經是積極地去檢討我們現在還沒公佈的東西 在裡面其實都是一個正面的訊息 他會參考我們的看法 因為政策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有一個比較正面的進一步的政策 將Stream B的未完成的部分都將它接軌 所以在這裡來講我們是拭目以待 也希望盡快可以聽到這些消息 而如果真的有這個政策進一步的改善 其實也是一個集體努力的結果來的 我想問一下其實現在在加拿大的港人團體裡面來講 其實是2019年之後那一兩年 可能會勇了一班新的香港人來 當然社區的改變和轉變 就沒有我們英國那麼明顯的 但是都會有很多 如果我想尤其是年輕人也有很多 其實你們有沒有平時除了做遊說之外 我們英國就有港僑協會 你們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組織 協助他們去融入社會 去適應生活 絕對有 在這點上其實我可以說回香港人口 就是移民的人口的改變 其實現在我們所謂的現有組織的一些領導層 很多都是第一代的移民 已經來了這裡幾十年 但是中間有一個斷層 斷層就是1997至到大概2019之間 因爲那時候就有很多香港人覺得 哦 香港是主權移交之後沒有什麼變化 那些人就走回去 所以我們這裡的人口就少了很多 除之而起 反而大陸人口就增長了很厲害 但是在2019之後 我們看到因為香港的形勢越來越惡劣 特別國安法實施了之後 就有很大批的香港人 就利用這個救生艇過來 還有還有一些以前已經拿到這個居留的身份 回到香港已經做了十幾二十年的一些 加拿大人 現在來說已經逐步帶著全家人回藏 這次就是禮真的了 即他不是兩邊走 而是真的撤走 所以我自己覺得今年應該是香港人的人數激增的其中一個高峰年來的 因為如果你是救生艇那裏 因為他有個程序 但是那些回流的就是他只要撤走 即是賣了自己的香港樓 安排好自己的生意 或者自己的專業工作的轉移 所以差不多兩年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時間 那條數很厲害的 因為其實我以我所知 那裏我們估計可能是超過十萬的 所以今年估計是一個公豐年 至於你說人口那裏呢 其實我們是非常之高興 即是有一大批的香港的年青 或者中青代的朋友過來這裡 譬如以這個港加聯美麗 其實我們在過往這兩年 2021和2022 我們都連續兩年做了為期兩個月 每年為期兩個月 提供有不同的工作方 協助身底部的港人 是順暢地融入我們加拿大社會 當中我們就找了一大批的專業文士 來做這件事 我們有這個改寫履歷 以及這個穩供的工作方 就找到UBC一個co-op program的總管來負責 全部專業對待的 另外又有英語的學習班 加拿大英語和英國式 或者香港式的英語很不同的 變了也有些詞語 大家都要去學習一下 我們也有教授 也有三十年經驗的英語老師 以及十個人左右的一個團隊 本地很有經驗 幫身底部的港人練習英語 第三個就是生活資訊 這個從怎樣租屋 避免讓業主去剝削 或者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去到一個怎樣去認識 加拿大的文化、歷史、傳統 以及我們的價值觀 甚至在職場那裡 或者在學校、學員裡面 大家應該哪些是所謂禁忌的 盡量不要做 比如一些歧視性的語句 香港人可能在口頭時沒有什麼規冠 但是在加拿大可能是一個no no 好像這些 我們都要跟香港新筆部的朋友交流 我們連續已經搞了兩年 但是一直以來都是我們自己塗腰包 自己拿錢出來做 或者甚至是靠賣書去籌到一些款 去資助這些計劃的落實 我們這次也有提出的 因為這裡有一條規矩 撥款一定要只針對那些拿到戶籍的人 他才可以拿到政府資助的 比如英文是第二語言 或者甚至其他公民的教育 或者甚至其他社會的服務 我們現在也是在倡議中 既然你這個救生艇 擺明就給他們戶籍的 那是不是可以將這個撥款 都提供給現在比較熟悉的香港人社區 也都是有經驗去提供這類服務的 自然機構和社區的團體 可以落實 就好像香港英國的港橋協會 那些做的工作一樣 其實我們在加拿大也有做的 嗯 OK 如果你說公簽和學簽 他是要在加拿大留幾多年才可以拿到國籍身份 其實是 如果你說到citizenship 那就是另一個階段 那就是你公簽和學簽 那就是這個個案 可能兩年左右已經拿到 因為我剛才說過 雖然說兩年制的課程 但是可能是一年半讀了Summer Intensive course 一年半已經讀完了 讀完了之後 然後他再申請給多幾個月 所以其實是兩年內已經可以過關 已經拿到那個我們叫Permanent Residence 那至於你拿公民就是另一個階段 那就是針對全人類都一樣的 你在這裡五年內 住夠三年 你可以申請公民入籍 哦,ok 如果你頭三年完全不出境 那三年來就可以了 是啊,絕對是 那比英國更快 不,但是永久居民已經不可以到處走 是啊,你已經可以自由到處走 譬如以前我們拿了Permanent Residence 我都可以拿著Paper到處去旅行 不是說你還沒拿到公民資格之前 你不可以旅行的 哦,絕對可以 那現在呢 其實政府有沒有統計過呢? 一些本身有家籍的 一些家僑在香港有多少人回留? 有沒有一個統計在這裡? 因為有三十萬個 我知道有三十萬這麼多 很誇張的 不是,其實那個數字都不正確 不正確嗎? 我和加拿大駐港的大使館是有聯繫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多倫多見面 在現在官方的網站上面 說的是二十九萬五千人 即是三十萬,就是你那個數字 那個數字完全不真實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只是按照申請 非居民資格的正式申請紀錄 來去估計 但是呢,我和大使之間溝通過 我們兩個人都有一個共識 有很多人送回去 就不申請 就是說呢 他不交稅 他就偷偷地回去香港那裡 住了十幾二十年 其實這次的回流潮 就出現有這類個個案 就是他已經回去十幾二十年 沒有交加拿大稅 我不知道有沒有交香港稅 但是現在回來的時候 他那個蜂叶卡應該就已經失效了 就是那個永久居民卡 那他就要重新透過一些 就是移民律師幫他 再reinstate那個永久居民的資格 其實也都有一些個案是怎樣呢? 比如說香港的立法會議員裏面 也都有一些是宣誓期間被迫 要放棄你自己的家立法會議席 可以重新回應 是的 當中來說 如果我沒有記錯 楊岳橋是其中一個 柯永生 可能還有其他一些 可能有其他一些的 個案都不頂 就算是何詠詩 就是何詠詩 是的 Denise Denise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放棄了 但是呢 譬如他回來這裡 他都需要reinstate citizenship 但是我相信困難度應該不大 因為加拿大其實都很講道理 如果你給了一個合理的理由 例如我在那裏做這個lawmaker 就是我放棄我原先的加拿大的國籍的 如果現在回到那裏 已經有受到我受到政治迫 我要回到那裏 最重要的是 你說到一個合理的理由 我相信是一件事 就是時間的問題 如無意外可以重新reinstate到國籍的身份 嗯 那都不錯 其實如果聽你這樣說的話 至少如果你說來年 我相信又過了那個高峰期的 但是如果你說香港的情況再惡劣下去 就是國安法再去拘捕這麼多人 因為其實你看到國安的撥款 財政預算案是沒有減過的 是啊 只有增加的 是的 每年80億 那麼警察的撥款又增加60% 那麼那些紀律部隊更加不少 其實是 那麼所以現在我們都預期 香港的情況 不會因為拘捕了那些民主派 而是會和平很多 那麼它只會是更加深化 尤其是國安法 現在是institutionalized了的話 它什麼都是國安來的 那麼所以呢 它那個紅線 只會是移得越來越前 那麼所以呢 就是這個我覺得 其實應該是持續去關注的 這件事情 就是身為香港人 是的 為我們香港的朋友 我們的同胞 可以這麼說 做到多少就只有多少 我覺得其實是 其實是 是